国军人员到底可不可以染罩 这个最近也是一堆人在我影片下方留言 也是说他们看到这个特别长官上面 有人提出说 为什么明明内部管理规范有特别强调 特别不要说强调特别规范 也没有特别规范 正常规范 有关国军人员染罩的问题 那国军人员可不可以染罩 可以 以我们内部管理军人礼节相关的服装一种规定 他规定军人可以染罩 白罩 染黑罩 其他全部都不行 所以你的单位如果染黄罩染红罩 这都是不行的 这都不行 那你可能觉得很奇怪 对啊 说是说不行 问题是我们单位有一些女官头发都是黄的 甚至有人头发都是红的 长官也没有说话 对 你讲到一个重点了 长官有没有说话这是重点 你如果今天影长他都不说话 他会觉得啊没关系 可能是染个头发嘛 反正他们平常时不是都把它技法吗 对不对 就算穿硬弄服就绑个马尾嘛 是不是 所以其实也看不太清楚嘛 但是其实还是看得清楚 你就算是技法 你就是算是把马尾 你一样可以看到他头发是黄的 是红的 所以呢按照规定 我只能说国军人员可以染法 白法染黑法 其他全部都不行 其他全部都不行 如果染黄法染红法 你就是违反了服装移用规定 就违反了内部管理规定 是可以实施成熟的 所以主要还是要看你的单位主观 到底有没有强烈去要求 有没有强烈去要求 那我这里给大家举两个例子 来跟大家做分享 我曾经在我的部队里面 就一直都非常的注重服装移用的要求 我还记得有一年 有一个灵性的女上市 灵性的女上市 在过年过完之后 第一天是不是要举行新春的团拜 新春的团拜嘛 那我那个时候当下呢 眼睛一扫 我就找到她的头发 染头发一个上市 我就跟她讲说 你去染头发 然后她就看着我很不好意思 报告 因为过年 所以我要 因为要照相 所以去染了头发 对啊 一看就知道染头发 我就只给她一句话 染回来 我明天要看到 真的啊 我不骗大家哦 我跟她讲 染回来 我明天要看到 我不骗大家 有一天早上八点集合的时候 她就枕头黑发 枕头黑发 然后还跟我讲说 报告我去染这个头发 2600 跟我屁事啊 是你自己压给 过年的时候 想要跟人家出去照相 自己染头发的 那你就叫我染回来 跟我讲2600是要干嘛 跟我屁事啊 你自己要染的啊 就是我只知道 内部管理规范 你是不可以染黄发的 对 我就叫她染回来 那一天哦 他直接晚上赶快去把她染黑 2600块 因为她头发蛮长的 我大概肩膀下 十几二十公分有 他也是头发蛮长的 我一看就知道你染髮了 怎么会逃得过我的眼睛 我那么激巴的人 怎么会逃得过我的眼睛 对啊 所以我就直接赶回来 2600 跟我勤态我没有钱 那是他自己的个人行为啊 他自己要负担了 所以这个人姓林 姓林 林上市 林上市 这个是第一个例子 那第二个例子是 我之前在入军的时候啊 有一个 也是行政官 刚好讲到行政官 他的老板就是少将 他的老板是少将 他老板的姓很奇怪 我这里就不说那一个老板的名字 我只能说 他非常的机车 连我自己也很怕他 连我自己也很怕他 那这个女少校 这个女少校 他姓苏 他的名字非常有霸气 我这里就 不要说他的名字 一个男子气概的名字 这就不说他的名字 苏什么什么 那这个女少校呢 不是军事院校毕业的学生 他也是一个专业军官班的 女性专业军官班的 那他在服役的过程当中呢 也曾经担过陆军司令部的招募小组的组长 也是非常的优秀 那他也有这个 当然还有正规班 这也没什么了 他也有这个国防大学硕士班的学历 国防大学硕士班的学历 也算是这个蛮会做的 然后呢 工作表现能力也很好 再加上他这个人 真的很漂亮 说真的 他真的是漂亮 在国军我那个年代 要看到他这样的少校军官 真的是几乎没有 大概就只有他 非常的漂亮 我在这里可以说他非常的漂亮 那他的头发呢 我不骗大家 他的头发没有在绑着 没有在计法 为什么 因为他的老板就是这个营区 最大的指挥官嘛 那你觉得他还需要计法嘛 他的头发是怎么样 他的头发是 不要说黄的 他的头发是红的 而且大卷 大卷哦 染红发 而且大卷 没有人敢讲他 为什么 因为他老板是营区最高指挥官啊 没有人敢讲 我们那个营区是共住营区哦 虽然没有占军啊 至少也两军共住营区 他的头发是红的 而且是大卷 大卷 然后头发没有在绑 他每次也都跟在那个少将旁边 没有人敢讲 那那个少将 我不知道他对他感觉什么 反正就是他的行政官嘛 所以呢 他没有在黑法过 我在那个单位待了 我看一下待了几年 两年有吧 我没有看过他的头发是黑法过 那我跟他是还OK啊 因为两个都读过硕士嘛 曾经稍微聊个天 可是我对于他这个做法 是不太认同 因为你不能仗着 你自己的老板是将军 你是行政官 你就做出了这个举动 但是没有人敢讲他 其实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我相信之前大家在单军人的时候 可能都有在陆军待过 那以前陆军的大营区 宪兵都会占大门正少 或者是卫兵司令 对不对 那你会常常发现哦 有一些驾驶的头发特别长 不是宪兵连的驾驶 是各连队的驾驶 有些人头发特别长 你会看到一个兵头发很长 分边 然后呢军官跟士官 头发都很短 像我这样 为什么 以前在陆军的时候 头发抓得很严 大门的卫兵可以直接把你登记尾计 那为什么那个一个阿兵哥头发可以那么长 肯定是跟这个宪兵连有相当的关系嘛 那我那时候就在这个营区 我就曾经问其他的 哎 为什么那个营布莲的驾驶头发那么长 他营长都不说他 营长是53期的哦 我那时候的营长是53期的哦 然后呢 人家就跟我讲 哎呀 你怎么那么笨 宪兵连 宪兵连他们每天采满 都是并着我们的车子 然后呢 那个采买车的驾驶就是那一个人啊 所以他可以留那么头 那么长的头发都不会怎么样 因为宪兵连 不会有人登记他啦 哦 原来是这样 所以呢 我还是觉得啦 一切按照规定 还是比较好一点点 你不要因为说 有了权力 有了地位拿得翘 然后就违反相关的服装移动规定 我觉得这样是比较不恰当啦 我比较不恰当 所以呢 还是跟大家说明啦 国金可不可以染法 当然是可以 白法染黑法 其他全部都不行 所以在染法这个议题上面 大家都不要讨论 要讨论的是什么 要讨论的是 你这个单位的联营长 到底有没有按照内部管理规定 来实施 这个人员的服装移动检查 还是一切都是屁 你是想说啊 没关系啊 那个女生给他染一下头发 女生越漂亮嘛 那你这个联营长就无能啊 废物啊 那给你规定干嘛 但就不要规定了 把国金的规定都废掉好了 因为你根本没有遵从规定 你要规定干嘛 你跟废物一样嘛 是不是 所以我常常跟大家讲 一切按照规定就没有问题了 你如果越不按照规定 只会让下面的人觉得 你烂 然后呢 又不公平 所以呢 这个部分 希望大家能够按照相关的规定 去执行相关的事项 这样才是最正常的 这样还是最正常的